欢迎大家收看习近平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未能捕捉到习近平在菲洛利峰会上透露的暗示 中国的绿色浪潮可能是世界的分水岭时刻 习近平似乎在追求和平 但他总是谈论战争 请大家收看 希腊警告官员不要参加台湾活动 因为担心中国 日经亚洲 据报道 希腊已告知其官员避免参加台湾举办的活动 以免激怒中国 在上个月台湾国庆日前 希腊外交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警告外交官和公务员远离招待会 称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中国实施制裁 希腊的新建议凸显了欧盟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加剧 一些国家寻求加强与台湾的接触 而其他国家 如希腊和匈牙利则更加谨慎 中国的绿色浪潮可能是世界的分水岭时刻 悉尼先驱晨报 中国的碳台放量可能已经达到峰值 或将在今年冬天达到峰值 比原计划提前7年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中国在今年和明年全球新增的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占比达到60% 预计到2024年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推广 超过电力需求的增长 中国的电力部门排放量将会下降 中国正在戈壁 厄尔多斯和腾格里沙漠 以及西北丹汉荒地 建设一个庞大的清洁能源基地网络 电力将通过超高压电缆 传输到工业城市 每1000公里的传输损失将减少到3.5% 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可能会比之前预计的提前10年实现 甚至可能比欧洲更早实现 普京对其他领导人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感到愤怒 纽约时报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指责西方国家在对乌克兰冲突和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的回应上存在双重标准 在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首次向20国集团G20领导经济体的官员发表讲话时 普京称该冲突是一场悲剧 必须停止 并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参与和平谈判 他还强调了加沙地带平民的困境 并指责乌克兰拒绝和平谈判 乌克兰战争在G20内部引起了分歧 西方国家推动谴责俄罗斯的入侵 分析 美国未能捕捉到习近平在菲洛利峰会上透露的暗示 日经亚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会晤时 否认了入侵台湾的计划 这引发了人们对他真实意图的质疑 尽管习近平的否认成为了头条新闻 但官方媒体并未报道此事 而是引用他的话称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许多美国官员和高管接受了这一否认 但熟悉中国政治的消息人士表示 习近平的言论是精心计算的策略 旨在影响国内政治 习近平在会晤中提到的2027年和2035年 对他个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20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100周年 被设定为中国军事发展的里程碑年份 另一方面 习近平将2035年定为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赶超并超越美国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年份 习近平提到 这些年份表明他有意愿继续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一生 习近平言论的真正含义只有在未来几年才会变得清晰 但如果美中峰会有助于避免因台湾问题而发生武装冲突 那将是有意义的 美中加速航空谈判 继拜登习近平达成协议后 彭博社 美国和中国官员正在努力增加两国之间的客运航班 中国民航局和美国驻中国大使举行了会谈 讨论大幅增加航班并加强民航领域的合作 此前 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达成协议 恢复高级别军事沟通 打击芬太尼并就人工智能展开对话 中国国际航空已宣布将恢复飞往华盛顿的航班 并增加飞往洛杉矶的服务 自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航班恢复缓慢 但官员们立即未来几个月将会增加航班 普京在虚拟G20峰会上的讲话充斥着虚假叙述 拜登和习近平对此事件置之不理 雅虎 俄罗斯独裁者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虚拟G20峰会上的在线讲话中 重申了他关于乌克兰对顿巴斯的攻击和莫斯科所谓的和平追求的错误说法 他声称俄罗斯从未拒绝和谈 并表示战争期间的伤亡人数总是惊人的 自2022年2月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以来 普京很少出国 参加重要的国际峰会要么在线参加 要么根本不参加 因为国际刑事法院ICC发布了对他的逮捕令 这位俄罗斯独裁者没有出席8月份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也没有出席9月份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 因为担心被逮捕 中国希望与俄罗斯深化永恒的友好关系 习近平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誓要加深与俄罗斯的永恒关系 在北京与俄罗斯高级议员维亚切斯拉夫沃洛丁会面期间 习近平表示 中国愿与俄罗斯一道 不断深化我们永恒的睦邻友好关系 全面战略合作和互利共赢伙伴关系 这一承诺与上个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访华时的承诺相似 习近平表示 他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经验交流 为双边合作提供更完善的立法支持 习近平似乎在追求和平 但他总是谈论战争 英国每日电讯 在过去的七个月里 投资者已经撤出了250亿美元 中国经济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最快速度下滑 并且上个月中国再次进入通缩期 10月份出口连续第6个月下降 而100家最大开发商的新房销售同比下降了27.5% 西方不能再忽视普京与伊朗的谋杀联盟了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俄罗斯和伊朗正在加强防务合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向德黑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导弹 电子设备和防空合作 作为回报 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停止进攻 并有可能获得数千枚伊朗弹道导弹 美国和英国对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后果表示担忧 因为他们在中东和欧洲维护着广泛的安全利益 美国和英国遭到了伊朗指导的代理人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今年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国际新闻的摘要和分析 首先 希腊警告官员不要参加台湾活动 因为担心中国的制裁 这反映出欧盟成员国在对待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一些国家寻求加强与台湾的接触 而其他国家则更加谨慎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对华政策 这也反映出现今国际形势的复杂性 接下来 中国的绿色浪潮可能是世界的分水岭时刻 中国的碳排放量可能会在今年冬天达到峰值 比原计划提前7年 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建设庞大的清洁能源基地网络 这将有助于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榜样 普京对其他领导人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感到愤怒 乌克兰战争在G20内部引起了分歧 这显示出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和担忧 我们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和谈谈解决争端 避免进一步的冲突 习近平在菲洛利峰会上的表态 引发了人们对他真实意图的质疑 习近平的言论是精心计算的策略 旨在影响国内政治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信息来了解他的真实意图 美中加速航空谈判 这是乔·拜登和习近平达成协议后的一项合作 这将有助于增加两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促进人员往来和贸易的发展 普京在虚拟G20峰会上的讲话充斥着虚假叙述 拜登和习近平对此事件置之不理 这显示出普京对国际社会的不信任 和对自己的合法性的担忧 我们需要关注国际社会对普京的回应 以及俄罗斯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国希望与俄罗斯深化友好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被称为永恒的友谊 这次会面再次强调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和合作 这对于两国的发展和稳定都是有益的 最后西方不能再忽视普京与伊朗的谋杀联盟了 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对于地区的稳定和国际安全都带来了威胁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密切关注这一问题 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应对 以上是我对今天新闻的总结和分析 我希望通过我的解读 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和有价值的信息 现在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